玉礼镇定期会结束之后 玉礼镇长江东城将所有代表们的相关建设建议 统整了起来和相关科室主管进行回刊 并且表示镇公所将会持续谨慎的检视 以及督导镇内的基础建设 确保每一项工程的品质 玉礼镇定期会结束之后 玉礼镇长江东城将所有代表们的相关建设建议 统整起来与相关科室主管进行会刊 并表示公所将持续谨慎检视 以及监督镇内的基础建设 确保每一项工程的品质 一个民众在行车上的一个非常的不便 因为那个可能当时我的施作跟设计方面 有一些缺失 然后造成了因为它这个斜坡的一个状况 所以造成现在的相关的 那个那个像是绿年砖 那个就是绿年砖产生这个凹凸不平 而且每一个区块那个落地 那个高地落差还蛮大的一个状况 当然我们每天都会经过那边 也会去那边看过 在这边跟这个副主席来报告一下 我想那个我想今年度 应该不会让我们江副主席 还有所有乡亲失望 会把这个广场会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改善 像是根山桥车站前的广场 原住民基研锡中心 玉城部落聚会所 红桥下景观工程等基础建设 陆续前往镇内中华路 193项了解道路拓宽计划地点 以及现行住户与用地问题 都市计划道路拓宽工程 不仅是为了让居民有更便利的用路环境 同时也使139项两旁悠久的老树 能够重建光明 促进玉里镇的观光 记者高松双玉里镇采访报道